來到演講第三天,我們吃完早餐休息了一會後 就搭車去了另一間餐廳,叫做Vifusioni 它是位於演講蝦翼酒店裡面的 我們分別點了檸檬蟹餅,炒雜菇,蟹蝦,豬腩肉角包,和兩杯飲品 食物賣相都挺精美,這個蟹蝦外面是有點香脆 但裡面的蝦肉就不算去到很多,它都拌了些麵粉 加上它酸酸辣辣的醬汁,也挺嫌味的 檸檬蟹餅,它的外皮炸得很香脆,蟹肉份量也不錯 而它的醬汁就是有蛋黃醬,加一點辣粉 我覺得辣粉是精髓,因為吃起來辣辣,有多點東南亞的風味 就沒有那麼像平時吃西餐那種感覺 而最好吃的就是這個豬腩肉的角包 因為它的豬腩肉是肥瘦適中,不會太肥 然後它的醬汁我覺得有點像韓國吃炸雞的辣醬 它的麵包做得很鬆軟 所以這個是整頓飯裡面我覺得最好吃的 整體來說,整個環境都很舒適 然後即使我們兩個人都可以安排一個很寬敞的座位 外面又看到沙灘,又看到海的 吃完東西之後,我們就去了附近的美溪沙灘 美溪沙灘也有世界最美沙灘之一的稱號 這個沙灘是很長的,一直是住岸邊 所以它的景色是不錯的 而它的海其實也很藍的 不過就很大浪 它真的指明我們可能想游泳就要在指定區域 如果你不在指定區域的話 救生員會叫你們上浪的 除了游泳之外,也很多人來玩滑浪 也有人玩滑水的降落山 不過我就沒有膽子試了 一直沿著沙灘也有很多不同的小食店 或者是飲品店 我們就選了其中一個位置 走了吃一下,然後就點了涼杯飲品 在沙灘出榮一會兒之後 我們就去一間Café叫Log In 這間Café真的很大 再加上它用了白色橙色作為主吊 所以它是很搶眼的 除了有先人掌的牆壁 有圓模型的桌子 有很多橙色拱門 所以整個戶外位置也有很多地方給你打卡 其實它除了戶外位置之外 也有室內位置 而室內它也裝修得很漂亮 是有一個小清新的風格 由於它的Café這麼大的關係 即使雖然人也不少 但是你想打卡也是很容易的 我們分別點了三杯飲品 點了一杯咖啡 一杯芒果熱情果茶 和一杯士多啤梨石榴茶 而它的價錢是非常便宜 算港幣 十多元一杯 真的超級抵人 打完卡之後 我們就去了另一間餐廳 就叫做Pokeman 它是主打吃Pokebow的 它也是有室內和戶外的位置 戶外的位置 它有一幅介紹咖啡豆橙地的一幅牆 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還有可以打卡 Pokebow有很多款選擇 其實各種都很吸引 我們都選了很久才能選擇 因為有選擇困難做 Pokebow方面 我們就選了Dragon Beach 它的底部主要是 糙米和沙律 而topping有 芒果 粟米 菠蘿 青瓜 蟹柳 和新鮮的海苔 蛋白質主要是 三文魚 和炸豆腐 它的醬汁就是 辣辣的蛋黃醬 再加上它有少少的中華沙律 我想說我小時候很喜歡吃中華沙律 所以它整個混在一起吃 是辣辣的 和味道很野味 另外我們也點了一個大蝦卡邦尼意粉 它的賣相都非常好 它有很多的煙肉碎 是很香口的 然後它有些蝦 蝦也夠蛋 然後有一個半熟的蛋 再加上它很濃稠的忌廉汁 它全部混在一起吃 意粉掛了汁是很好吃的 吃完食物之後 就在附近四周 games invincible 這裡應該到了一間餐廳 但我不會讀它的名字 而這間餐廳的裝飾 都很漂亮 它本身就是一個黃色的的房子 然後加了很多的植物 進入燈籠 以及傳統的裝飾 所以非常有地道的風味 不過它唯一有著點 就是沒有冷氣 如果要有冷氣 就要坐2樓 來了演講這麼久,終於有機會試這個煎餅春卷 這也是他們越南很多特色的小食 上菜的時候,職員都會問你有沒有吃過 如果沒有,他就會示範一次 吃的時候,首先你會打開米子 然後放生菜、青瓜、香菜 然後把半份的煎餅放進去上面 加上泡菜,然後就可以卷在一起 吃完真的很厲害 三兩下手勢已經卷好了 而且卷得非常漂亮 而醬,你會把花生醬和魚露一起吃 這個豬肉煎餅春卷不僅賣相好看 過程好玩,而且味道真的很好吃 另外,我們點了炸蝦春卷 它很有趣,是竹腩上菜的方式 賣相都很漂亮 而它每一隻炸蝦春卷都真的有一隻完整的蝦 在裡面,它的春卷皮很脆 也是很好吃的 另外,我們也點了牛肉煎餅 也算是偏向清淡一點 就沒那麼特別 吃完晚餐,我們就周圍走走 因為要消化一下 之後我們就會去做SPA 做SPA,我們就選了這間Golden Lotus 它在近海灘,又有一間分店 在近海灘市場也有另一間分店 我們選這間,最主要原因就是它評價不錯 而且我們看上去,它好像是挺乾淨、挺綺麗的 來到真的沒有令我們失望 首先它很大,它是有幾層的 然後裡面非常乾淨 裝修也很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一來到,它就會給我們一些茶 和消息 然後我們會給我們一些濕毛巾抹手 之後就會有一張FORM 它會給我們填一下想要的力度 然後再給我們選擇想要的香薰油的味道 選好之後,就帶我們去更衣室 更衣室也分為藍類 進去,你會看到有梳妝桌 除了有棉花棒,還有Lotion 另外也有風筒、梳 然後也有儲物的Locker 還有臨浴間 我們換好衣服之後,就會去洗腳區 它就會用一些花瓣、檸檬 它會幫我們先浸一浸和洗腳 之後我們就會入房間按摩 我們選了90分鐘的香薰推油按摩 它除了香薰推油之外,它也加插了少許 類似泰式按摩,幫你拉一拉筋 它力度很足夠 按完之後覺得很舒服 90分鐘的按摩都只是放200元也不用 價錢真的超級抵 按摩之後,我們就不想這麼快回酒店 所以就去沙灘那裡逛逛 看到我們下午已經想吃的一間披薩小店 它雖然是一個BOOF的小店 但是它也是用石爐去烤披薩 我們就選了一個菠蘿火腿披薩 雖然不是很厚的菠蘿或火腿粒 它的料都算足夠 而最重要它的薩薩真的烤得很香脆 也挺有風味的 演講四日三夜的行程來到這裡結束了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演講的確挺值得去的地方 第一,我真的吃了很多間餐廳 每間餐廳的食物都是很好吃的 第二,它物價真的便宜 特別是說吃東西和按摩是非常便宜 雖然這裡的交通一直都是依賴坐Uber 但是它的交通費也不算是很貴的 唯一一樣在演講我覺得最令我不習慣的 就是純粹交通,因為它是沒有交通燈 而他們的電單車都非常多 所以過馬路方面就要比較小心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我啦 不想錯過最新的影片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按旁邊的鐘 下條影片見,bye bye